看看新闻网 科沃斯基尘独家冠名播出的东方卫视大型 抑制生活类游戏节目 争奋夺秒的现场 我们的节目口号 大家一定要记住 最嗨的选手 最二的游戏 以及最硬的奖品 不同的选手 有不同的故事 不同的奖品 则等待着 不同的你来拿 奖品依然丰富 选手更加长大 让我们欢迎两组选手 闪亮登场了 今天第一组上场的这堆 是家庭主妇的代表 我们是冬瓜毛豆组合 因为我是一个家庭主妇 结婚后就一直在家带孩子 也没有出去工作 也没什么自信 直到我遇见了我的干妈毛阿姨 我呢 吃头认得东美也有恨了 我说你不能在家里 你要报复自己的正能量 我家里的经济压力 都是由我老公一个人扛 压力比较大 这次一定要得到这个梦想基金 我要像所有的人 和我老公证明家庭主妇的价值 而与冬瓜毛豆对抗的 是一组有趣的妈妈组合 我们是宝宝组合 我是淘宝店 小米321工作室的 童装店老板 童设计 销售 拍照 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所以这么多年来 已经养成了我雷厉风情 分秒必争的性格 我们不论生活 还是工作当中 都是争锋夺秒的 所以我们是最适合 参加这个游戏的 我希望我迎来的这些梦想基金 能够让我的事业能够越做越好 无论小米做什么决定 我都是她最坚强的后盾 无论我们的对手有多么的强版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必胜 那么谁会取得这场 对抗赛的胜利呢 四位美女 哎呦 你们俩好喜庆啊 两位叫什么组合名字 冬瓜茅豆 冬瓜茅豆组合 冬瓜茅豆组合 对 冬瓜茅豆 看一下我们两个 谁是冬瓜 谁是茅豆 看上去按照体型来说 阿姨好像比较像冬瓜 你比较像毛豆 我是毛豆 她是冬瓜 所以我 所以我猜错了该怎样 你该怎么办呢 该你给我飞吻的 还是我给你飞吻 你给他飞吻呀 阿姨太可爱了 体型不一样 梁文为什么要取这样的名字 我们是家庭主妇 做菜是我们的专长 所以我们取了一个菜名 冬瓜炒毛豆 你们都是家庭主妇 对对对 全职 在家里带孩子 对对 操职家务 来我们节目 有什么梦想和目标 其实一个家庭 老婆在家当家庭主妇 老公就要负担 全家养家的压力 责任很重的 其实我们作为家庭主妇 也很想帮助老公 就是减轻一点 经济上的压力 那么我这次来呢 就是想赢得这一笔 梦想奖金 梦想基金 来为我老公 让他觉得我也很棒 你想贴补家用 有这么个意思 如果我能拿到这笔钱 老公下半年的房子我来交了 冬瓜很有目标 动力十足 那阿茂阿姨 你呢 以前呢我不认识他的 后来我们认识了 那么他经常在家里 他没有自信 我呢是个快活的老太 对吧 后来我就跟他说了 你这样在家里 太不对了 你一个走出这个圈子 你用你的正能量 发挥自己 所以我们就这样出来了 所以你是来帮他的 帮他圆梦的 你们所有的前提 都是要赢得我们今天的比赛 才能够拿到我们的梦想基金 赢得比赛的前提是什么 必须要战胜我们的对手 对 我们的对手就在我的身旁 两位也是青春靓丽的美少女 她们都是美女 两位介绍一下自己 我们是蹦蹦组合 蹦蹦组合 因为我女儿的小名叫蹦蹦嘛 因为女儿嘛 我就在淘宝开了一家童装店 也是以她的名字 所以呢 我现在觉得说 这个名字能够给我们这个组合 带来好运 所以我们起了个叫蹦蹦组合 两位都是一起在淘宝上 开淘宝网店的 是 她有她的网店 我有我的网店 所以感同身受 同行又是好姐妹 对的 二十几年的闺蜜了 来我们节目 有什么目标 希望能够来 赢得这个真分夺秒的基金 为我们的网店 为我们的事业 能够添砖加碗 能够做得更好 如果想要完成这个梦想 拿到梦想基金 第一要做的 就是要把对手 给PK掉 我们觉得这对我们来讲就是 床以后关的一个预热赛预热赛 哎哟 阿毛阿姨 你会答应他们吗 老娘拼了 那我们来看看 这第一轮 比赛的奖品对应的又是什么呢 立青告诉我们 好的 谢谢杰杰杰 对我身后的这个奖品呢 也是跟烧菜有关系 跟家庭主妇有关系 送给最有温度的你们 它就是保持温度的 微波炉价值 一千两百元 想要吗 想要 两队 做好比赛的准备了吗 做好了 我们来看看 第一轮 你们的游戏比拼的内容是什么 请看大屏幕 床单滚滚 在本关游戏中 选手要把自己卷成一个大卷柄 第一步 用五块床单把自己裹起来 第二步 站起来走到舞台中间 第三步 脱掉所有的床单 在60秒对抗赛中 没有完成的选手 将被判定为失败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游戏 两位派出的 我很惊讶竟然派出了 阿姨一举 我对她有信心 因为她比对手 就是围比较大 围度大 对 我相信她滚一度 一圈就 等于她两圈 她三圈 所以她是 没有太大力 阿姨 躺在那儿的感觉怎么样 没有什么 我赢了吧 你们这边 为什么要拍小冬 因为她在这个滚 床单滚滚的活动上 就比较有自己的技巧 有技巧 那我们就要看看 待会儿她的技巧怎么体现了 两队 身分夺秒 看你的 三二一 开始 阿姨 虽然有三倍的维度 但是滚床单的速度 明显没有小冬快 瞬间 小冬已经在圆圈中了 阿姨还在纠结她的床单 阿姨 加油 完成她 完成她 阿姨 把船的拖下来 快 好 好 第一局吧 没关系 太棒了 来两队 来两队 来到我的身旁 这一关非常的明显 虽然维度是比别人大了一圈 毛豆阿姨还是差了一点 对的呀 所以这一关游戏不好意思了 你们失败了 这一分我们必须加给的就是我们的两位 蓬蓬蓬组合 而且不仅拿到一分还拿到了刚刚一亲手上的这一台非常漂亮又很实用的价值 一千两百元的威波鲁 好 恭喜 阿姨 价值三千五百元的品牌电冰箱 哦哦哦哦哦哦哦 品牌电冰箱 东美 家里的电冰箱用了多少年了 在电冰箱 刚刚搬家是房东的 估计用了很多年 是房东的 对啊 如果这一台电冰箱想不想要 想要 我儿子很喜欢吃冷饮啊 如果有个这个冰箱 我可以买很多什么牛奶啊 冰棒啊 冰在里面 嗯 我儿子会很开心 蓬蓬妈 嗯 你们呢 嗯 小冬他新婚嘛 这一关如果合适的话 我希望我能为他拿下这台冰箱 姐妹情深啊 那我们就看看这一轮两队面临的游戏挑战 到底是什么 一起来看大屏幕 吸管排排糖 在本关游戏中 猜在学手嘴里放了一根吸管 每个人需要将两颗糖果 从塑料碗中吸出 然后穿过舞台 把它们放到吸管顶部 在60秒对抗赛中 没有完成的选手 将被判定为失败 这一关是我们的第二关游戏 刚刚的比分一比零 你们是要拿到梦想基金给自己的网店添砖加瓦 对 而你们是要赚取这笔梦想基金付房仓 付房仓 所以一想到自己的梦想 我觉得你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就更有动力了 两位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振奋多秒 看你的 三二一 这个游戏我特别担心女生 因为女生的肺活量够不够支撑 吸住这颗糖豆 然后运送到那里呢 因为需要 我们的宝宝啊第一个就成功了 都没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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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절반 那个第一颗是吧 都没稳住 都没稳住 都没微筋 都没 snowball 你的多年是第二颗了 第二颗 你 unsg 差一点 都没浓iness 宽手 独眼 有点 再这样 有点 时间到 没事 没事 非常地明显 这一关两队在60秒的时间内 都没有完成比赛 所以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 我必须判罚两队 同时损失一条命 现在你们只剩两条命了 我容易紧张 真的跟家里练习不一样 我在家里都是完全OK的 现场就是 深吸一口气 还是没有办法平静那个心跳 可能我顺便的人都知道 我心里是非常地不自信 当我看到对手已经 放上一个弹的时候 我就更加地紧张 我发现那个 那个吸管一直在抖 一直在发抖 我觉得可能我最大的毛病 不是实力的问题 而是我的 自我那个心态 没有平衡好 你给自己来个深呼吸好不好 来 放松一下 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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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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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稳住 冯冯妈 你很可惜 因为你已经成功地放上了一颗了 我在想最后一颗了 赶紧放上去吧 就结束了 差一点点 很可惜 虽然你们现在依然有稍稍的领先 一比零 但是刚刚疫情所播报的那一台 非常精美的价值 三千五百元的品牌电冰箱 两队都没有了 这个奖品作废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看第三关 你们的挑战所面临的奖品 是什么呢 丽青会告诉我们答案 丽青 好的 谢谢袁天杰 我觉得其实玩游戏就是这样 要调整呼吸 心态就在呼吸之间 就相当于刚才那根吸管一样 其实对于家族文部来说的话 最好的放松方式就是出去玩一下 所以这一轮奖品很有意义 它就是 长寿村的神奇秘密莫斯利安提供的 价值四千九百九十九元 莫斯利安旅游券 旅游券应该都是不错的选择 出去旅个游放松下心情 不要整天都待在家里 甚至可以带着老公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去 我觉得真是不错的选择 对 很想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这个机会要靠自己的双手来得来 要告诉两队 你们现在还有两条命不可以再有失误了 我们来看看这一关的游戏挑战是什么 请看大屏幕 翻转盖子 在本关游戏中 两位选手需要将一个倒置的塑料杯向上拍紧 并弹到三十厘米远的瓶子上 拍得太轻 杯子不会到达目的地 拍得太重 杯子就会飞过目标 在六十秒对抗赛中 没有完成的选手将被判定为失败 欢迎来到翻转盖子 听说冬瓜只需要二十秒钟的时间就完成了 对 六秒 六秒你就完成了 对 那你应该很有信心这一关 碰碰 训练的成绩不是最重要 重要的是今天的结果 你一直能保持一个非常冷静的状态 冬妹 加油 那可以给我先热身一下 我们没有办法让你找到手感 但是有办法让你先热起来 阿姨要不上场前先给她 跳个舞 第一跳我也跳 好啊 那你打眼睛 明亮又闪烁 仿佛天上心 你最让第一刻 你就像那 一半锅 冬妹 听话 冬妹 看完我们俩的表演 是不是应该放松一点了 放松很多 那我们就看看你们俩的表现了 比分 现在是一比零 两队各损一条命 这一关希望你们有好的表现 振奋夺秒 看你的 三二一 开始 这关游戏不想速度 在于准确度 就看你的手感如何 手感好 可能三个就中了 好像两位 现在还没有找到手感 离我们的瓶子 差的都比较远 东梅的手感 这边找到了 她的每个杯子 都能砸到我们的瓶子 哦 恐恐妈 也找到手感 时间过去了一半 时间过去了一半 太远了 时间还剩十五秒钟 十五秒倒计时 10秒倒计时 十秒倒计时 在我们的六十秒的时间内 两队都没有能够成功完成我们的游戏 现在两队 我必须要告诉你们 因为六十秒的时间内又没有通过 所以我们又要判罚两队同时损失一条命 你们现在各自只有一条命 还有一条没有了 这数损没有了 现在的情况 我不得不告诉你 如果如果接下来的这一轮两队都不能够同时完成比赛 你们今天的比赛路程到此结束 只有接下来的比赛你们必须拿下这一分 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加赛环节 你达到一比一 才来考虑能不能够击败他们 你们的情势非常的危急 你现在紧张吗 紧张我觉得这一分非常的关键 所以我还是非常的紧张 紧张的时候 应该让亲人给你打打气 今天亲友团来了谁 来了我孩子跟他抱的 欢迎两位 好活泼的孩子 哎呦 你儿子很活泼而且很帅 像他老爸 老爸而且特别酷 还留着长发 现在您的老婆和我们的毛豆阿姨 现在比赛已经陷入了僵局 有什么要跟自己老婆说的 东东不要紧张 你在家里为了这个游戏 你练习的那些我都看在眼里 我也都记住了 那你为了加这些努力呢 我也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可能我这个人 不是很会用口头去表达 我不经常去怎么样说你辛苦啊什么 这些我不太会说 但是呢 今天不管你走到哪里 我都永远支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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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加油 郑大神 怎么样 说到暖暖的鼓励的吧 是 有信心 有 下一轮 看你们好运了 呃 不不嘛 其实情况也不乐观 对 是的 但是我相信我们团队的力量 你只相信团队 不相信亲友 一般我几乎不带亲友团 你 因为 因为我觉得我一个人可以 然后我觉得没有亲友团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会更放松 为什么 呃 我习惯了一个人去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 然后我觉得我能够战胜他 而且你一直只提到自己孩子 也没有提到过孩子的父亲 呃 因为我是一个单亲妈妈 然后我平时除了工作以外 我还要照顾我的女儿 所以我觉得我的左肩是爸爸 右肩是妈妈 你是单亲妈妈 对 所以你一个人带孩子已经多了 四年 这四年时间 你会累吗 不会累 因为我有梦想啊 我梦想说我可以给 给我女儿更多 然后我觉得我可以 一个人我也可以完成很多很多的梦想 我觉得过得很快乐 为我不累 刚刚那一轮价值4999元的莫斯利亚的旅游券 和你们两对都要say goodbye了 我们来看看下一轮的奖品是什么 立青 说实话刚才这个篇章让我也是非常感动 不管在外面碰到什么的困难 只要回到家 家是你最温暖的港湾 其实我们送的这个奖品就是这样 它会让你感受到家的温暖 也会送给你清新的空气 它就是科沃斯提供的机器人空气净化器 科沃斯庆保一份 回家还是能继续 就看这个奖品能拿不拿得到 两队 我们来看看 这一关你们的游戏挑战是什么 请看大屏幕 一架连连看 在本关游戏中 参赛选手需要使用六个一架 将它们连在一起 并保持一个挂在另一个上面 一旦一架放错位置 就会失去平衡 造成破坏性反应 在六十秒对抗赛中 没有完整选手将被判定为失败 欢迎进入一架连连看 这一关是两队的生死之战 出场前 我要问一下两队的排兵布阵 你们选谁上场 我军 为什么 我平衡性比较好 爱依这组是冬瓜上还是毛豆上 冬瓜上 冬瓜比我高吗 我爱吗 冬梅 你顶得住这个压力吗 顶得住 我是家庭主顾 每天都有跟一架打交道 我觉得我有把握 欧德阿姨 给他支点招 您应该对一架 是我们在场所有人里面最有经验的了 因为这个一架是比较滑 是比较滑 那怎么办 怎么办 没办法 只有冬梅加油 冬梅最棒的 冬梅 小冬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就位 冬梅最棒 这一关 就看两位的表现了 这份多秒 看你的 三二一 冬梅一七七二 冬梅是最棒的 其实两位的状态都不是特别的好 这一关的压力真的太大了 所以我很担心他们两个能否在60秒内完成这个游戏 如果都玩不成的话 这两组选手将会同时逃逃 冬梅比起 冬梅最棒的 冬梅是最棒的 这是她的阿姨了 冬梅你比起啊 冬梅比起 阿姨一直在说话 是不是给冬梅争比较油 或者是想影响对手呢 毛豆阿姨 江果然是老的啦 现在冬梅已经拿到第六个了 冬梅 刚刚的结果非常的明显 我们要恭喜的是我左手边的我们今天的宝宝妈这一关你们拿到了第二分赢了 东梅今天来真的我知道你很想拿我们的奖 而且听说你练得也很苦 你对我们的梦想基金的渴求可能是我们在场所有人中最急切的 因为你说想贴补一下房租 现在的房租每个月要多少钱 两千多 两千多 小孩子 上幼儿园 还有生活费 反正也挺多的 所以我很想减轻她的压力 因为她的负担很重 所以 你今天 在现场以及电视机前 给到我们这些人的感动 我觉得已经足够了 而且你不要悲伤 你的表现 真的已经很棒了 冬梅 我觉得很对不起 对不起我自己这么多天辛苦的练习 也挺对不起我老公的 然后我也对不起我的搭档阿毛阿姨 她那么大年纪为了来给我打气 但是我却让她失望 好了训练了这么这么长的时间 这么总有个收获吧 没想到今天全部都输了 对啊我们平时你们你看这么热个天啊 我知道你们 剩一度你看我们连坚持五天天天 早上起来就动完了八点 阿姨 全球的电视观众都看着你 他们绝对和我一样 感受到二位 对我们游戏的认真 和对我们节目的认真 你们的这份付出 虽然今天我们比赛是输了 但是你们今天的表现绝对没有输 我敢肯定所有你们的亲人朋友 和我们大家一起真的要为你们掌声鼓励 因为你们的表现太棒了 既然我闯关失败 没有收获到梦想 我想要的梦想基金 但是我老公对我的这种鼓励和支持 其实比我赢得这笔梦想基金 对我来讲是一个更大的收获 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五关保险关 先来看看这一关的奖品是什么 丁卿 好 接下来这一关 我不知道二位会选择闯还是不闯 但这个奖品真的很诱人 它是价值一万元的60寸液晶电视 你们现在的生命只剩下一条 也就是说这个第五关的保险关 如果你们要挑战 只有一次尝试机会 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 先选择挑不挑战 再看游戏 你决定了 大家决定了 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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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后 放弃 放弃 好像所有的朋友都希望你们放弃 有人支持他们继续比赛的吗 请举手 你的女儿 你的女儿支持你继续比赛 所有的人都支持你们放弃 只有你的女儿 坚持 既然我叫蹦棚组合嘛 起了蹦棚的一个很幸运的名字 那么最后这个结果 我觉得还是听蹦棚的意见 如果他决定继续 那我们就一定继续 蹦棚举手 好 继续吗 好 那我来看看 这一关 你们的挑战游戏到底是什么 请看大屏幕 在本关游戏中 举手要吹出一个肥皂泡 必要设法让肥皂泡 挑过对面的大圆圈 如果吹得太用力 肥皂泡就会砰地爆炸 但力度不够 肥皂泡就会掉下来 在60秒内 没有完全的选手 正被判定为失败 这一关对于孔棚组合 将是一个生死的讨厌 如果成功把我们的泡泡 吹过我们的圆环 你就可以拿到 三关的奖品 如果你失败了 前两关的奖品 也没有了 明白吗 明白 一条命 一次尝试的机会 两位太谁出战 派宝宝妈 派宝宝妈 小姐 派宝宝 派宝宝 压轴 压轴是大腕 大腕 就位 宝宝妈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振奋多秒 看你的 看得出来 我的宝宝妈 其实是一个 很要强的女孩子 她说她准备好了 但是她真的准备好了吗 我们可以看看 她吹泡泡的速度 还不错 她吹出了第一个 这个游戏的难度 就在于 第一 你是要非常熟练地掌握 吹泡泡的技巧 把我们的泡泡吹出来 然后才能够选择 泡泡的大小 选择其中的一个 吹向我对面 红色的游客 吹过一个 就算胜利 我看 时间已经过半了 但是我姑妈 依然没有成功地 吹出一个小泡泡 哇 不错 她 她吹过 时间要倒计时 十秒倒计时 时间不够 时间不够 对不起 可能从我的角度看 我都会心疼你 但是你从来不心疼自己 我不知道你的女儿 心不心疼妈妈 女儿在哪里呢 没事 她也不开心了 看来她跟你的脾气一样 作为一个单身妈妈 跟电视机前的 像你一样的女性 留一句话 你可以选择 继续 你也可以选择放弃 但是 你不能够放弃选择 谢谢 至生活想一声 你现在收看的是 由科沃斯之前独家 冠名播出的 真分夺秒 登陆科沃斯官方微博 参与节目互动 你就有机会获得 由科沃斯提供的地堡 地面清洁机器人一台 今天的第二组选手 是来自河南的 Oh My God组合 Hello 大家好 我们是Oh My God组合 林医生 薛惠凯 驾到 我们来自河南平顶山 Welcome to Shanghai 上海人民欢迎 阿兰 以前呢 参加过很多的选手比赛 这一次呢 我带着我的小伙伴薛惠凯 来到真分夺秒 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拿到梦想基金 为我们这段选手的道路 做一个交代 真分夺秒 我们来了 Yeah 而与Oh My God组合 都以抗胆 这是来自上海的 魔术少年组合 大家好 我是郑俊杰 我是刘都 我是魔术师 我是魔术师的小伙伴 魔术师有的是魔力 魔术师有的是技术 真分夺秒 真分夺秒的舞台 就是为我们而生 如果有人敢挑战我魔术师的话 来吧 那么谁会取得这场对抗赛的胜利呢 两队非常有活力 先来自我介绍下 我们是魔法师小伙伴 我叫做刘都 我叫做郑俊杰 我是魔术界的姚道明 我是魔术界的郭晓明 接下来就是见证的时刻 我们需要一把普通叉子 帮我检查一下好吗 来试一下 哎呀 应该是个阿珍 很坚硬的叉子 很坚硬的叉子 但是在魔术的世界里面 当我们去晃动它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 有点变弯 哇哦 它变身 这个样子 检查一下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 要来玩游戏拿奖品 有什么梦想 创石关拿大奖 把我们的选手送回平顶山 有点火药味 而且说你们是平顶山来的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们是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好久不见了 我们是oh my god 组合林医生 徐一凯 知道 来自河南平顶山 假信 谢谢 哈哈哈 很酷的一队 来到我们节目目标是什么 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除了我们之外 所有的人都是 泡灰 泡灰 还有梦想 还有梦想 我要说就是 赚到很多的钱 然后找了很好的老师学习 声乐按照表演 OK 两队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关 你们将会得到的奖品是什么 小伙伴立青 好 先别忙着回平顶山 也别忙着回家 咱们对把纱 打扫干净 但如果说现在拖地 你用这个啊 好像就有点弱爆了 为什么呢 我们有更好的 那就是地面清洁机器人 科罗斯的地宝 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一关的游戏是什么 请看大评论 疯狂摇头 在本关游戏中 每一组学手 需咬住尺子的中间 迅猛摇头 最后 把直尺两端盒子里的糖果 全部摇出来 完成第一个后 立刻完成第二个 在六十秒对抗赛中 没有完成的选手 将被判定为失败 疯狂摇头 准备好了吗 Ready OK 振奋夺秒 看你的 三 二 一 两队已经开始比赛了 游戏能力 是这两队最突突的特色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的速度非常的快 运轩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第一关 时间过去多少了呢 才过去了二十几秒 好像 好像我们的魔术师 遇到了一点困难 我们第一关 我们的魔术师 竟然到现在还没有过 而 我们这一关 我们的会台 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时间 二十秒倒计时 时间不多了 看来我们的会台 遇到了一些问题 他的最后一颗 到现在还没有想出来 在新的面子开始加油了 疯狂摇头了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结果非常的明显 在六十秒之内 两队都没有完成游戏 每一队的最后的一关 还差一颗巧克力糖 就是不能把它摇出来 这一颗跟你有仇吗 但是我们更看到一个非常疯狂的事情 哇 太厉害了 小伙伴 你摇起来太疯狂了 再摇一下 就现在 太厉害了 但是必须要告诉两队 没关系 你们现在 同时损失一条生命 OK 这一关的奖品 我们刚刚非常棒的 价值一千两百元的科沃斯的地宝 谁都打不到 没有关系 我们来看看 第二关 我们的奖品是什么 力气 哎呀 我有个朋友在十六楼打窗户 结果摔下去 没事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往里边摔的 这还不算什么 跟你介绍这个东西 擦操作 安全快捷 就是科沃斯的窗保价值两千三百元 刚刚这一关 两队同时损失了一条生命 要得加油了 加油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第二关的游戏是什么 请看大屏幕 打艺术 在本关游戏中 两位选手都需要握着两把饭勺 不断敲击 浮在瓶子上的记号笔 直到所有的笔全部进入雪中 则游戏成功 在60秒对方赛中 没有完成的选手 将被判定而失败 这一关叫打艳术 平时我们在游戏机房 经常可以玩到的一种游戏 当时是九个格子 一个艳术投出来 就啪把他打下去 但是我们做过了改良 在我们的水瓶中 我们放入了一支 平时用的记号笔 它会漂浮在那里 所以要在60秒的时间内 将所有的记号笔 全部打入到那个水瓶中卡住 OK 千万不要打倒任何一个水瓶 否则 直接出局 准备好了 给我手势 这分多秒 看你的 三二一 没事 稳一点 没事 没事 我们可以看到 小刘的速度非常快 他已经 尤其结束 因为刚刚两队选手的表现 都非常的优异 几乎在同一时间 完成了比赛 所以我们必须要经过判定 我们来看一下 高速摄影机的回放 获胜的是 Oh my God 组合 你快了一点点 现在什么感觉 有一种 飞起来的感觉 飞起来的感觉 用你们家乡话说 现在是不是很肿 很肿 很肿 我相信你们在天堂 这边就在地狱 你就慢了一点点 下一轮 我们再赢回来 没有问题 好的 下一轮的奖品 会更加精彩 问一下 丽清同学 喂 丽清 我 丽清 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了 但这个电话不一样 比较大 我跟你讲 现在不用这样的电话 打电话 你都不好意思 告诉别人电话号码 对 好 我有一个朋友 脸比较大 为什么呢 他打电话的时候 老是不小心按刀挂断键 但是用到这样这么大的电话题 我告诉你 你的脸跟他比就不会显大 所以这一轮 我们的奖品就是 平板电脑 想要他吗 要奖品 冲我来 价值3000元的平板电脑 两对选手都只有两条命 比分1比0 我们先来看看 这关游戏到底是什么 请看大屏幕 扭扭捏捏 在本关游戏中 两位选手需要通过跳跃 摇晃 弯曲 摆动身体 用最快的速度 从盒子中晃出这八个球 游戏过程中不准用手 在60秒对抗赛中 没有完成的选手 将被判定失败 准备好了给我手势 振奋夺秒 看你的 3 2 1 快点快点 跳跳跳跳 跳跳 快快快 最后两个 还有一个 这一关你们又输了 现在你们的比分是0比2 你们现在压力很大 刚刚的价值三千元的平板电脑 归 Oh my god 组合所有了 电脑 现在的比分2比0 两队各有两条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到底有什么奖品等待着你们 历轻 价值五千元的电脑 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坦特 坦特 小刘 没有问题 还是觉得有信心 当然有啊 你们的对手非常的强 所以你们要继续努力了 好 OK OK 我们来看看这一轮他们面对的游戏挑战是什么 请看大屏幕 连锁反应 在本关游戏中 参赛选手需要控制一条乒乓球生产线 将乒乓球分别弹入11个玻璃杯中 让乒乓球弹起来吧 在60秒对抗赛中 没有完成的选手将被判定为失败 这一关是魔术师和他的小伙伴们的生死之战 因为再输一局他们就要回去了 你们这一轮俊杰 你上吗 对 展现他的魔力的时候到了 OK 平顶山组合 你们派谁上 你派他上 一人是他了 好的 给自习家加油好不好 两队 我们上场了 请就位 真棒 真棒 真分夺秒 看你的 三 二 一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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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两个两个两个三个 果然是魔术师 可以看到俊杰现在的速度非常的快 已经完成了五个杯子了 我们看看慧凯 慧凯也相当不错 慧凯已经第七个了 第九个 现在俊杰是慢慢落后 时间才过去了三十秒钟 有 acha 有 有 真的是 电光火石之间 这个游戏就分出了胜负 作为魔术师来说 这种游戏对你应该是拿手好戏 因为你手上的功夫非常的好 玩游戏吗 享受 对 树英很正常 对吧 两个小朋友 非常爱玩魔术 他们的内心也非常的善良 而且我知道你们俩经常做家教 对 然后给小朋友再教魔术 教语书爱 但是有时候会教点小魔术 特别是如果他作业没法完成 我就跟他说 你把作业完成了 我就给你变一个小魔术 他就会认识做作业了 这样教的孩子 今天有来现场了那么多人里面 来来来来 上他来 俊杰哥哥经常教你语书爱 听完他的课后 你的成绩有变好吗 有 有 从班级第几名到了 起码从吊车尾 然后起码到中间了 我要问一下 在你心目中 刘谦老师和俊杰哥哥 哪一个魔术表演得好 我不认识刘谦 但我认识盛俊杰 他是我心目中最好的 魔术师 最后一句话给两位总结一下来我们节目的感言 这次我们没有把你们变回家 但是把自己变回家了 那你们要干嘛 那你们要干嘛 我要做你们的后援 后援 没错 没错 OK 那就完成你们的梦想 来 来到我们的后援团区就做两位 谢谢 我的天哪组合 出乎意料的顺利 两位 我还是要提醒你们 虽然3比0轻松的晋级了 那接下来面对的可是不一样的挑战 因为接下来面对的是我们的通关赛 而且现在你们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就是 你们只有两条命了 是的 两条命要通过我们接下来所有的关卡 拿到十万元的梦想基金 有没有信心 有 OK 我们来看看下一关面对我们oh my god组合的 是怎样的奖品 立青 这一关的奖品就像我身后的60寸的 价值8000元的液晶电视 想要吗 价值8000元的液晶电视 我希望这个电视属于你们 我们来看看这一关你们会面对的游戏挑战 请看大屏幕 叠ational 叠王 在本关游戏中参赛选手要用36个塑料杯来堆齐做金字塔 底部为8个 依次往上打键 再开始拆除 在拆除过程中 选手要沿倾斜向下的方向 收起塑料杯 最后叠在一起 在60秒内 没有完成的选手 将被判定为失败 这一关游戏 讨厌的是别减消费 要有稳定度 也要有速度 这一关你们面对的是 8000元的夜金点试 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有一点晕 晕 对 怎么样能让你不晕 就是把发型整好就OK了 你的发型整好了吗 准备好了 争分夺秒 晕身 看你的 3 2 1 从开始的第一个动作 就感觉到 他对这个游戏应该有十足的把握 60秒的时间最重要的是 千万不要碰倒我们的胶杯 这样的话游戏直接要结束 时间才过去20秒 他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一大半 我们的杯子塔搭购 我们的杯子塔搭购 好 从开始的第一个动作就感觉到 他对这个游戏应该有十足的把握 60秒的时间最重要的是 千万不要碰倒我们的胶杯 这样的话游戏直接要结束 时间才过去20秒 他基本上就完成了一大半我们的杯子塔搭购 还有时间 时间是20秒 好 快一点 恭喜你们 8000元的60吨液晶电视 属于这一关通过的 Oh my God组合 心情怎么样 感觉好放松好放松 接下来的这一关会更有信心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一关的奖品是什么 立青 梦想基金两万人 要梦想基金 冲我来 两万人梦想基金 好大一笔数字 是的 如果拿到这笔梦想基金 想用它来干什么 他喜欢唱歌 梦想想唱歌 你呢 表演 表演 你希望成为怎样的演员 有没有自己的偶像 有啊 周庆祥 你如果表演的话 也会走这样的风格 对啊 对啊 希望你们能够梦想成真 我们来看看 面对你们的挑战是什么 请看大屏幕 冲力射鞋 在本关游戏中 选手将会用自己的双脚 呈现出艺术踢鞋的特殊效果 选手需要站在离桌子 三米远的地方 踢出鞋子 使鞋子刚好落在桌子上 在60秒内 没有完成的选手 将被判定为失败 你都已经脱掉鞋子了 所以证明你们已经做好选择 对 我出发 这一轮你觉得你比较有胜算 对啊 我比较能欺负掉 嗯 因为他脚比较够味 用自己独特的方式 加加油好不好 好 好 余生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正分多秒 看你的 这一关的游戏 不要看它是简单的一只鞋子 因为这个鞋子是塑胶做的 所以它有弹性 就比如像这一个 成功一只 2万元梦想事情 我只能说 你的脚果然很有味 非常棒 这两只鞋子 还有余味 送给你 真好 回家作为幸运之鞋 当拖鞋用 我觉得是你的幸运物 所以这一关 祝贺你们 一条命都没有损 通过了这关 而且拿到了 2万元的梦想基金 下一关的奖赏 会比这一关 更加丰厚 我们一起来看 奖品究竟是什么 之前我就觉得 好像里面怪怪的 果然 还是一股胃啊 不过我觉得 运身这个脚 一点都不臭 而且脚法非常好 所以说 接下来等待他的 梦想基金 三万人 三万人的梦想基金 怎么花 想买很多东西 记住 最缺什么 这些老师 老师买不了 老师可以租 那又租个好的老师 但是 我要告诉你 游戏比上一关 更加有难度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一关的游戏 是什么 请看大屏幕 疯狂立方体 在本关游戏中 参赛选手 需要用一只手 摇动杯子 将桌面上的 六个立方体 逐一套住摇起 然后 通过不断晃动杯子 所产生的向心力 在三个台上 分别跌高 两个 三个 和四个立方体 在六十秒内 没有完成的选手 将被判定为失败 我心凉了半截 因为我在训练的时候 失败的次数 远远比成功的次数 大得太多了 不过我的小伙伴 薛辉凯告诉我 速度与激情 你怎么了 刚才补妆的时候 然后就 就留笔鞋了 是不是之前太嗨了 就有那么一丁点吧 这一关过了 你会更嗨 是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就位 准备准备准备 医生 看你的 三 二 一 再拿一个 拿一个 非常快 速度非常快的 他已经完成了两颗这个任务 接下来是三颗 他能不能完成呢 哇 二十秒对七 三颗都完成了 四颗 四颗 他能不能完成呢 四颗 啊 差一点点 再还有二十几秒钟的速度 啊 差一点点 再还有二十几秒钟的速度 对 离十万元的梦想基金越来越近了 你们还有两条命 非常不做的成绩 我们来看看 这一关你们的奖品是什么 立青 我怀疑是不是只有这样才会成功 我知道你们 成功是因为这样好状态 我留鼻血是因为 我看到了 领珠呼吸 五万元梦想基金 五万元的梦想基金 也是我们的第八关 安全关 这一关 非常的重要 继续比赛 还是放弃比赛 怎么 我想看一下下一关 对 但是是说了放弃之后才能看 放弃之后也不能看 放弃不放弃 还是继续 这个时候 要不投个硬币吧 这个时候 是该做出决定的时候了 因为我们这段时间 然后 有很多很多次的比赛 但外面已经飘了好久了 但是我们这段时间 飘了这么长时间 让我们学到了 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学到了我们没有学到的 见到 见过我们没有见过的东西 我们出去比赛 有时候我晋级 她被刷 然后她就在那等我 就在场外等我几天 一天 两天 三天 然后有时候 然后我就没钱 然后给我妈打电话 然后我家里有时候也就是 也就是 我 我不太太想就是从家里面要钱 我 我妈 我妈给我说过 有时候让我放弃 她 她说了就是 演艺 演艺圈里面这种 就不靠谱不能转捷 然后就让回县里面 然后 随便让我工作 我知道 梦想和现实总是有一些差距 家里希望你回自己的县城工作 但是你们俩还是想继续追求 演艺的道路 我相信今天 两位 今天你们的表现 绝对 可以让自己的家人感到自豪 最终告诉我你们的抉择 最终告诉我你们的抉择 我继续 我宁愿不要任何东西 不要继续 不要继续 我相信他 吴俊 加油 既然选择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第八关安全关的游戏到底是什么 请看大屏幕 铅笔弹弹 选手将用铅笔弹 在桌上反弹进入排成一行的玻璃杯中 按规则 本轮需要弹进去12个杯子 在60秒内 没有完成的选手 将被判定为失败 两条命 挑战这一关 惠凯 你可以吗 可以 没问题 没问题 放松 加油 请就位 好不好 掌声鼓励 云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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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分夺秒 慧凯 看你 三二一 慧凯非常的稳定 他连拿千笔的时候都非常的慢 他现在速度非常的快 二 已经进去两个了 三 三个 很不错的成绩 时间过去了十五秒 千笔四 三千笔哥们 四个 五个 六个 还有六十秒 现在时间过去了一半 还有三十秒钟 他已经完成七个 时间还剩二十秒 二十秒钟 十五秒钟三个两个 很接近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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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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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的 非常非常的稳定 我相信你的心里已经觉得说 有一点 有一点 现在 所有的焦虑和紧张都可以过去 你们通过了我们的安全关卡 梦想基金五万元 你们的了 我们接下来还有两个关卡 我们可以先来听一下 第九关的奖品是什么 历青 接下来 揭开的会是多少 我要听到你们尖叫 发挥原文小基金 要不要选择继续 要 必须要 这是必然的嘛 耶 所以 我们来看一看 第九关的游戏 马蹄游戏 在本关游戏中 参赛选手要沿着清晰的桌子 吹动三个不同颜色的乒乓球 并将他们推到相应颜色的马蹄铁中 在六十秒内 没有完枪选手 就被判定为失败 这是我们游戏关的第九关 离第十关 只差一步之遥 就当免费试完 输了 没有任何损失 赢了 你们还能拿到八万元的梦想 两次机会尝试 两位选择谁出场 要我了啊 隐身 加油 加油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真分夺秒 隐身 看你的 三 二 一 这一关游戏 考验的是肺活力 和你的稳定度 你气息吐得越匀 球运得越稳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运身 基本上 他选择的是 先吹红色的那一颗 也就是 马蹄最上的那一颗 看看他能不能成功 啊 他把红的球 吹到了绿色的环里 又回来 时间 一分秒的再过去 现在 只剩三十秒 三十秒倒计时 要加油了 时间 只剩二十秒了 平身 十秒倒计时 十秒倒计时 十 五 四 三 二 十 十 五 这个游戏真的让我 不知道如何控制气息 而且我的一条命已经损了 让我筋疲力尽 不过我还有一条命 拼了 滚了 来吧 哇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振奋夺秒看你的 三二一 这次他明显改换了节奏 他选择的是橙色的那个乒乓水 这上面他果然成功了 10秒钟的时间 他现在挑战的是中间的这颗绿色的 看看他能不能成 哦哦哦 他遇到了点困难 这绿色的颗一直在跑 啊失败了 他要重新找一颗 时间已经过半了 30秒钟倒计时 漂亮 yes 他已经有两颗球正向了 也就是说这颗在进 8万人的木船 基金就是他的了 加油 5 5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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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说了 李奇在哪里 太赞了 我还在 我还在 哇太棒了 我相信你们就是冲着这个来的 不是我 是我手上的 十万元 你们要做出一个选择 继续比赛 挑战我们的第十关 你可以有机会拿到我们的 十万元的梦想基金 如果挑战失败 第九关的八万元的梦想基金 也会没有 但是你依然有第八关的保底 五万元的梦想基金 选择放弃 直接拿走第九关的八万元的梦想基金 和所有的奖品 回家 你们的选择是 放弃 放弃 确定 确定 这八万块钱 对我和薛惠凯来说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不想失去他 虽然只闯到了第九关 不过 屌丝已经逆袭了 耶 你竟然获得二到五关的所有奖品 以及我很感谢你 让我今天头一回看到这个数字十万 但是八万也不少了 我相信这几乎小资金 可以让两位继续他们的音乐 以及艺术上的梦想 希望你们的未来更加美好 谢谢 志生活小人生 本栏目由客户司机器人独家冠名播出 登陆客户司官网 更多活动和奖品等着你哦 您可以前往上海的政大乐城 进行报名和信列营的集训 在这边还要喊出我们口号 真分夺秒 用游戏赢得梦想 下期再见 拜拜